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事物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调查员的行动记录 为什么会在这种地方 难道眼诗和学位 有什么关联吗 看起来像是小孩子写的日记 里面加了一张简笔画 背面还有些稚嫩的文字 这是小孩子画的画 难道是营地里的某个小孩子吗 又或者 是某个早已长大成人的 归和护助会成员所留下的 好 让他们消灭 寒霖到底想和眼诗说什么呢 看来已经不得而知了 但这个流言还没被销毁 眼诗一直在研究着她的异能 企图她想要制作的 时间差不多了 银铃应该要回来了 返回举袖身边 等待银铃回来吧 这样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如果伤口还觉得痛的话 记得去找无声医生 仔细检查一下 感激不尽 在下这只是小伤 不用记管 好了 你去安全的地方休息吧 这个地方 没必要派人看守了 廷宁小姐 这里的东西全部烧掉就好了 你们离远一点 我会用雷电点燃这里的一切 不留任何痕迹 你看过里面的东西 多管闲事 不过算了 这里的一切就先留着吧 就算复之一句 过去也不能抹去 而且贸然点燃了 火焰可能会引来 意料之外的残像 但曲秀你还是先离开吧 不需要再看守这里了 如果在下不守护这里 那些残像又攻击过来的话 怎么办 比起这些过去的死物 还是活人更重要 如果你的伤势没有大碍 就去保护受伤更严重的同伴吧 在下明白了 和大家都聊过了 你有打算加入归魂护助会吗 是的 大家都不过是想要再见到重要之人的可怜人而已 掩饰大人帮助了他们 让他们能够弥补自己的遗憾 你不觉得 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吗 你有没有想过 其实我自始至终 都是归魂护助会的人 有一个治安署的眼线的话 无论做什么事情 都方便很多不是吗 我从小无父无母 也不知道父母是谁 是掩饰大人收养了我 我从他那里学会武术 学会人偶的操作方式 学会克制自己的鲁莽和脾气 学习成为一个寻味 我的命是他捡回来的 没错 那个男人的执念并不简单 这里的所有人 都是他的实验品 为了帮助他完成最后的两具人偶 包括我在内 大家都知道这件事 但也在所不惜 仍旧选择 加入这个护助会 这个就无可奉告了 毕竟 你也并非护助会的成员 我没必要让你知道太多 但对我来说 你也是相当特别的家伙 不但帮助了李柔 也没有把那些人偶 单纯地看成物品或者怪物 这是你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吗 或者 你比我更加适合当一个寻味呢 温柔 或者 我也只是 无法对他们做事不管而已 那就随你怎么想了 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是非常脆弱的 你要用自己的直觉来判断 那么 话就说到这里吧 差不多 该带你去演尸大人那儿 不好了不好了 小管 发生什么事了 盈林姐姐 那些残像又来了 这次数量很多 你和你的奶奶 先带大家去安全的地方 我明白了 飘泊者 你怎么样 也要和他们一起变难吗 还是说 想趁乱逃跑 这么说 你是要帮忙吗 这是好猜的家伙 我的一切 我所背负的秘密 可能比你想象的还要多得多 但如果你真的想要了解的话 就先想办法活下去吧 我先想怎么做 我现在没想到 我可以认为 我未经认为 你对你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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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没想到 我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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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手机 这就是我们的手机 我们的手机 有没有力量 我们的手机 这就是我们的手机 别眨眼啊 这个我擅长 你就是这里的首领吗 我劝你赶紧投降 这里已经被我们包围了 人来的真多呀 喂 你是谁 赶紧把漂泊者放了 如果我输不呢 不要做诚事了 你逃不掉的 放心 我不会逃的 人质可是在我的手上呢 你不要冲动 这家伙是荆州的客人吧 要是轻举妄动出了意外 你们可别怪我 大家 大家先放下武器吧 相信我 跟我来 不得下文